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中文频道 我是Luna 在今天的视频中呢 我们来讲一下2022年的房产 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房市会让您失望 很多小伙伴可能就是在仰望今年的房市会不会跟去年发生一定的变化 那么如果您也是像众多我们的一些看房子的观众当中的一员 也是想在2022年的时候能够购买到自己心意的房产 我觉得这个视频对你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首先呢有一个宗旨吧 如果你所在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 它在2021年的时候走势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走势 那么它在2022年的走势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主要呢在接下来的视频中以八个角度给大家来进行一定的分析 第一个就是key driver of 2022 sales market 主要我们要说的是这个millennial millennial就是迁徙潮 今年的房市购买当中会成为一个主力军 90年之后的这个迁徙潮 它基本上已经是30岁了 当它成为30岁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购买房产的主力军 在美国有72 million millennial are prime buying age they are turning 30 years old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呢就是foreign buyer 因为前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 很多的外国人他没有办法来到美国 也没有办法进行一定的房产购置 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下呢 很多的外国买家他可以在今年进行购买一定的房产 那这样子也会增加房产购买的demand 第三点就是institution buyer 机构买家 一些大的公司啊 他们也会成为就是购买房产的主力军支援 比如说像Zillow之前有一个iBuy program 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大公司大的股份公司 他们会以就是买家的这个机构进行一定的竞争 从而跟一些小的买家产生了一定的competition 这样的话呢房产它的价格就会往上增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在近两年的这个房市下 房价是12%到15%增长 同时这个房租非常就是可观的收入 很多人购买了一些房产投资 然后呢他的这个租金其实在去年也是可以一定的程度上往上涨 同时租的人还更加的多 所以这个房租在涨的时候 很多屋主他就没有办法找到房子来 第五点呢就是购买新房子的成本在增加 材料在增加 劳工在增加 又因为物流的原因 所以说他构造新房子的这个成本 原先比如说一个townhouse建造完之后 它的估价是30到35万之间 那么今年的话由于它的人工还有材料的成本的增加 它现在卖的价格就要在40到45万之间 那么第六点呢就说baby boomer baby boomer是什么 baby boomer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解释 在美国它主要是有五代人群 从1996年到2015年的叫gen z是最年轻的那一代 Lennial或者是gen y是从1977年到1995年 generation x是1965年到1976年 baby boomer是1946年到1964年 silent generation是1945年之前 那我们这里说的baby boomer呢 就是1946年到1964年的这个屋主 他们本来是应该卖了但是不知道卖了之后要买哪里 所以导致了很多的房产它的supply 就是说它的供应不够 像我在卖房子的时候有很多的老屋主 他就不知道卖了之后去哪里 还有一些老屋主呢 他可能是因为寿命长了 他就喜欢在自己现在原有的房子里 一直待到自己死去为止 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说这也是造成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房源很少的原因 那第七一点呢就是利率还好 它还是历史新低 哪怕咱们今年的利率它会往上增 那最多也是3.5 它不会超过4 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大的骗局来看 它的利率还是比较的低的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现代人们在房子里待的时间更加的久 因为它的低利率低贷款低低税 人们不愿意去搬家 平常往年的话每7年人家会搬一次家 现在的话基本上每10年或者每12年或者每15年 因为它成本增加了 所以说人家不愿意去搬家 所以按照这8点咱们进行的综合分析来看呢 美国整体它的房市 在2022年和2021年不会有一个太大的变化 是会增长 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像2021年来的这么的凶猛 那好 我今天的视频就先讲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Luna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